网传温州泄露军事机密 中国西部或镇压民乱 开封包公词成为枯墙 包公或遭当局封禁 以色列拒绝哈马斯的最新协议 拉法大战开启 以军正式宣布进攻拉法的两大计划 台湾将会自舰兴炼 对付海上群狼 美军构韩国一项重磅武器 拜登提供波兰20亿贷款 波兰 法国 德国宣布建立国际远程火箭炮联盟 英国防长专机疑似遭到俄罗斯电子干扰 英国 美国 瑞典启动侦查 观众朋友好 欢迎您来到希望之声TV北美新闻 我是小兰 今天是3月15号 星期五 观众朋友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我想与大家分享一段录音 这是来自凯莉女士的录音 她表达了对我们推荐的三高代谢宝的感激之情 让我们来听听 凯莉女士说了些什么 我好喜欢我叫每个人都要买 这个东西实在太好 我怕它断货 我本来定6瓶 效果很好 就买了24瓶 希望之神 我真的谢谢 谢谢 它真的救了我一个命 我糖尿病很久 吃这个药以后 我的小病变成很轻瘦 还有我的头鹰也没有 希望之神 我真的谢谢 谢谢你 我真的假如真的很有钱 就是我可以帮助和捡款给你们的 更多信息 请您访问健康520网站 我们也期待带给您更多的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好 接下来请您观看今天节目的消息内容 今天3月15日 前媒体人赵兰健先生发了一则贴文 内容提到温州军区用霍拉拉泄露了军事机密 自动步枪运往中国西部镇压民乱 与此同时 这两天 中国大批民众前去河南开封包公词痛哭喊冤 变成了连锁效应 包公词成了中国的哭墙 网民担心 最后连包公也会被封 赵兰健在贴文中说 陕西网友发现大量军事物资运往西北部 这是一次紧急的任务 来不及调用军队专车 草台班子使用了民用拉货软件霍拉拉 这把重要的军事情报给泄露了 文中还提到 中共军队向少数民族聚集区 拉去了大量自动步枪的消息 被回族 藏族 维吾尔族群体传播 目前已经造成了小范围的担忧还有恐慌 难道中国西部和西北部已经出现了激烈的民族冲突了吗 也有资深人士解读说 这些都是温州军区淘汰不用的 但是可以交给民兵用 或者卖给送给俄罗斯 或者是给缅北的军阀 军改以后 除了新疆 西藏 北京 其他所有省军区下辖的地势军分区 警备区已经基本没有机动兵力 武器装备量也减少了很多 各地势军分区负责管理下面各线的民兵武器量很大 包括八一式自动步枪 也有网友问 会不会是运到了俄罗斯呢 赵兰健认为 这样的包装不像是长途用 运往俄罗斯一定是集装箱和火车之类的 有人认为 目前中国进入到2024年以来 民怨沸腾 到处发生恶性事件 这么多枪支下发民兵也许就是为了镇压民众所用 3月10日 一名女子跪在河南开封包公祠庙堂中 失声痛哭的视频被广泛传播 14日 爱蒂名为司法腐败斗士ABC说 她就是视频当中大哭的女子 她之所以跪在包公向前痛哭 是因为她被仓途法院坑了 害得她家庭支离破碎 前几天去开封表姐家散心游玩的时候 看到包公向触景生情 讲到了包公的公平公正 她无法控制自己 禁不住大哭了一场 没想到在这之后出现了模仿的效应 有越来越多民众前往包公祠跪地喊冤 13日 有母女三人就手举着牌子 跪地痛哭喊冤 场面心酸 在今日头条相关的评论中 有网友感叹 这是因为底层民众压力的怨气太大了 当今社会普通老百姓太难了 这条评论获得了数以千计按赞的认同 还有网友反问 人间若有公理在 何须跪地哭青天呢 在上访和上诉之间为何选择了上乡 有网友形容包公祠都成了中国的哭墙了 许多人认为再这么下去 包公祠可能都要被关闭 包公都快被封了 赵兰健先生发了帖子说 大国光辉 全国冤民齐聚包公祠 上访预阻 求关公狂呼不止引效应 中国官方 包公祠颠覆政权欲拆除 他提到 中国大量的访民前往包公祠 可能会引发联动效应 中共政府的上访解访机制 已经完全成为摆设 这是一个黑暗的无解内循环 一个机构两张牌 糊弄国家维稳经费 内耗国力 玩弄访民 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邪恶政府 他们认为冤民哭声都是颠覆社会的举动 发几句牢骚也被长臂管辖 跨过镇压 他提到 昨天晚上海南文昌警察去骚扰了他的父母 他很想买机票飞回国 去包公祠大哭一场 中国人在墙内哭都是一种政治敏感 哭都被当成颠覆国家 颠覆社会主义 很多人担心 包公祠会遭到中共和房地产商的强拆 中国是一个连哭都被打压的社会 在哈马斯拒绝释放人质 遭到以色列在摘解月前对加沙攻击以后 据英国媒体的披露 哈马斯又向中间调解人以及美国提出了新的停火协议 其中包括释放以色列人质来换取巴勒斯坦重刑犯的自由 与此同时 以色列正式宣布了进攻拉法的最终计划 据路透社获得的文件显示 哈马斯想释放以色列妇女 孩子 老人和生病的人质 来换取700到1000名巴勒斯坦囚犯 其中包括100名被判终身监禁的巴勒斯坦重刑犯 而且要以以色列停止攻击加沙 提供纾困和援助 让流离失所的加沙人重返家园 同时以色列得撤军 据哈马斯的最新提案 在首次人质与囚犯交换以后 哈马斯会同意定出一个永久停火日期 并在第一阶段过后 以色列从加沙撤出的最后期限达成协议 到了停火计划的第二阶段 双方就会将各自扣押的人质全数释放 昨天14日 内塔尼亚胡办公室宣称 这是不切实际的要求 不过 最新的情况会在3月15日提交给以色列战时内阁和扩大安全内阁商议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宣布 他已经正式批准了以军进攻拉法作战计划 这个计划包括两个部分 一是疏散近120万民众 二是消灭 盘踞在那里的5000名哈马斯城建制恐怖分子 这是加沙战斗的最后一战 这也是哈马斯控制下的最后一个大城市 这也将是最艰难的一战 因为不仅疏散民众很困难 而且国际压力也很大 不过现在美国表态支持以色列进攻拉法 以色列要在多重压力下打下这场战斗 预计袭击将会在加沙市平民被疏散回加沙地带中部以后开始进行 金融时报报道 面对中共的军事威胁 台湾政府规划打造台湾自己的星链 星链是马斯克SpaceX的人造卫星网际网络通信系统 其中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在战争等等特殊情况下 可以有高速网络系统使用 金融时报的消息说 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的院长廖荣黄表示 俄乌战争让台湾深刻的反思 即使星链的建造成本很高 但在特殊的背景下 有自己的人造卫星的价值是无限的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 SpaceX提供星链卫星在协助乌克兰战场通讯方面 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而台湾正在与数名海内外投资者进行初步的讨论 报道中说 SpaceX的星链在人造卫星行业占据着主导地位 马斯克电动车在中国有广大的市场 由于担心马斯克与中国商业有联系 会在台海战争中受到影响 所以台湾政府决定自己打造一个 不受中共影响的人造卫星网络 鉴于台湾经常受到中共的网络攻击 再加上共军几乎每天都会侵扰 他们的水域和空域 像今天15日 台湾海巡署就报告说 发现了4艘中共海警船进入到金门进线水域 台湾船只全程半航驱离还有监控 所以台湾政府希望在2026年之前 将第一颗通讯人造卫星送入轨道 并且在两年内将第二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 同时还将研发另外4颗测试卫星 蔡英文总统承诺为台湾的太空计划提供400亿台币 开发完全是由台湾制造和控制的人造卫星互联网网络 台湾国家资通安全研究院董事长说 太空中心的相关低轨道卫星服务 要几年以后才能开始运作 不过数位发展部已经是着手的进行实验了 在台湾700个地点设置了非同步卫星接收器 寻求确保台湾在暂时网络频宽 而台湾会有40多家公司参与卫星供应链的这个打造 面对中共在台海以及南海升级的挑衅行动 这越发让印太地区的国家发出预警早做防备 而近日中俄一在海上举行的2024联合军演是在今天结束了 昨天14号 金正恩是亲自开着坦克的照片也上了媒体的头条 对朝鲜半岛也是发出了进一步的威胁 面对海上群狼 美国海军打算向韩国买下一项重磅的武器 14号 韩国军事公司正积极的与美方洽谈 关于Bagan 2.75英寸红外线引导反舰导弹系统的合作事宜 如果成功的话 这将是重要的里程碑 这也意味着韩国首次是把完整的军事武器技术输出给美国 这种武器是专门打击海上小型并且快速移动的目标 狼群攻击战术 2.75英寸的火箭上还配备了红外线导引系统 拥有2×18发射器 可以携带36枚火箭 最早这个武器是由美国研发的计划 后来慢慢变成了美韩两国的合作 据消息说 韩国主要是将武器用在抵抗朝鲜快速进海攻击艇 登陆艇还有登陆车辆等等威胁 目前美国海军航空系统司令部 已经成功进行了三次测试了 近日波兰总统杜达和总理图斯克 一起在外宫见了拜登 并表达了向乌克兰持续提供支援的重要性 而美国已经宣布会向波兰提供20亿美元的贷款 来购买直升飞机和导弹等等军备 与此同时 德国 法国 波兰三国在今天召开了峰会 宣布将会建立一个国际远程火箭炮联盟 拜登特别是赞扬了波兰对北约的贡献 而波兰现在是把将近4%的国内生产总值用在国防上 这也是全球的最高水准 而美国是排名第二 大约是占了GDP的3.5% 拜登还感谢波兰对乌克兰的支援 包括继续收容大约100万难免 波兰总统杜达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建议 北约成员国的国防支出应该从目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提高到3% 来应对俄乌战期间增加的军费 而波兰总理图斯克告诉拜登 没有强大的波兰就不可能有安全的欧洲 没有自由和独立的乌克兰就不可能有公正的欧洲 图斯克希望来自波兰和欧洲的声音能够改变共和党的主意 支持为乌克兰提供支援 这次会议拜登也随后批准了在波兰建立美国永久军事基地 并讨论了与波兰共同发展核能发电的可能性 很有意思的是 虽然波兰得到了拜登的资助 但是13日波兰外长希克尔斯基在接受左派媒体采访的时候 不但否定了主持人对川普的批评 他还称赞川普对北约的政策和对俄乌战争的观点都是正确的 今天15日 德国总理舒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波兰总理图斯克在柏林举行了三方会谈 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问题 波兰政府在今天的推特上还提醒 法德两国什么才是真正的利害关系 真正要么跟乌克兰团结一致 那么就少说话多弹药 而波兰 法国和德国也宣布 他们将会为乌克兰建立一个国际远程火箭炮联盟 另外在今天15日 德国最大的国防承包商莱茵金属公司宣布 他们将会在乌克兰 立陶宛和德国开设几家新的工厂 大幅增加炮弹和其他弹药的产量 3月13日的晚间 英国国防大臣夏普斯搭乘的运输机自波兰返回到英国的途中 在距离俄罗斯飞地加里宁格勒100公里内的上空遭遇到电子干扰 卫星导航和通信系统中断大约是长达30分钟 不过14日的上午 据中央社引述飞航追踪系统的报道 美国 英国已经陆续派遣了侦察机 前往加里宁格勒所在的波罗的海的上空 执行数小时的任务 就连是刚刚加入到北约的瑞典 也派了军机前往勘察 此前夏普斯和随行记者前往波兰 慰问部署在东北部的奥日什的英军 同时视察北约的军演 而奥日时距离加里宁格勒大约是三个小时的遮程 而加里宁格勒是夹在立陶宛与波兰之间 这里有波罗的海舰队和数个空军基地 属于俄国的战略要地 英国军方人士告诉媒体记者 俄罗斯这种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 会对民用航班造成不必要的安全威胁 因为加里宁格勒一带的空域 这几个月有数百架次民用航班回报说 他们的定位导航系统曾经遭干扰 英国智库指出 俄罗斯有能力操控卫星讯号 让航机显示错误驱甲的飞行路径 并误导地面的指挥管控人员 夏普斯说 他近日访问了乌克兰 在当地的所见所闻可谓是敲响警钟 他示警 飞风必须为未来可能的战争加强做好准备 好 感谢您关注今天的北美新闻 也请朋友们别忘记点赞 订阅 留言和转发我们的节目 还没有订阅我们频道的朋友 请您帮忙订阅 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每天的精彩节目了 我是小兰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